而为在鲤鱼潭的2020红面压放暑假活动 30号的晚间闭幕水舞秀 在闭幕前却因为风雨的影响 树木碰触到电线导致区域性的跳电 索性台电派源积极的抢修之后 让活动可以举办 而影响区域吉安 秀林 受风地区 也在30号的深夜11点左右 恢复了正常供电 为在鲤鱼潭的2020红面压放暑假 30日晚间闭幕水舞秀 在开幕前发生了插曲 晚间6点50分左右 疑似因为风雨影响 树木碰触电线导致线路跳脱 影响包含吉安 秀林 受风约1900户跳电 我刚才是以为活动要开始 然后就是突然停电这样子 大概6点多的时候 8月30大概下午6点 因为鲤鱼潭附近有下雨 也有刮风 所以在我们有一段线路 受到这个树木的碰触影响 所以断线了 那我们系统知道之后 就马上派人去做事故的处理 那首先在做一些开关的操作 能够让局部地区能够恢复供电 那鲤鱼潭这个地区 大概在7点30分左右就恢复供电了 那刚好这个 我们要放暑假的表演之前 闭幕之前 也有恢复供电 那我们的人员 再继续在抢修 整个恢复供电 大概在晚间 11点左右 就把断线都重新接起来 那系统完全恢复供电 台电也表示 台风季节来临等大型活动 未来会持续和县府密切配合 以防发生突发事故 记者长方燕收封箱报导